美股破頂,港股創今年高位,但是A股表現一般 到底是A股沒有運行,還是蓄勢待發最落後呢? 今集請來資深投資銀行家溫廷和大家分析一下 大家好,你好 看回美股破頂,港股也叫做破位,又見到今年高位 但是A股好像又表現得一般一般 到底它是跑輸了,還是沒有運行呢? 我覺得A股,首先大家看A股市場是一個獨立市場 它的投資思維,投資機制,甚至是投資的一個作為制度來講 都是跟外面不接軌的 所以你又不可以期待環球市場的利好因素反映到A股方面 例如現在你說炒起環球市場的不外乎的因素 就是大家覺得環球政府,歐日會爭相良歡 這個當然未必會成事 另外一個就是美國加息的預期就大幅降溫 甚至有一部分人覺得應該要減息 但是這些預期,不論它成不成真也好 就已經是帶動到故事的所謂上升 但是這三個因素來講,都不代表能夠直接影響到A股 始終A股是一個內地資本帳未開放 所以經歷了這些事情之後 其實大家投資A股的因素其實就不太強 還有,本身一件事就是說 港股當然有本地的地產因素 這方面似乎改善了 因為這些量寬,減息因素 就令到大家有一個正面的預期在 但是內地A股其實走不開,離不開一件事就是政策市 始終來說,MICI六月份就沒有影響 深港股都未見蹤影 早前公佈的所謂雲工數據 其實表面上是達標的,6.7% 都不差了,但你小看的時候 其實有些隱憂在這裏 例如國民的收入增長就低於GDP增長 這個要觀察是不是一個趨勢 第二件事也要留意就是說 很多的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 那個投資行為大幅縮減 也是從上星期早前公佈的數據見到 就是M2的增長就遠遠低於M1 代表了什麼呢? 企業可能借有錢回來 收了錢回來,然後坐著在那裏,不動 放在活期那裏 然後大家為什麼要放活期呢? 就是某程度上可能對前景投資沒有信心 活期起碼都低息而已,對不對? 無論一來也好,或者一來幾都好 總比蝕錢好 所以A股真的要看回未來的財政政策 那方面如何走去帶動 但會不會等到放水才說 可能有機會康復一些 都沒有機會放水的 放水呢,我覺得就 有很多滯爪 好,第一個就是減息 減息是人民幣手押都不低的 一減息的話,人民幣就 分分鐘是這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下半年 減息的機會已經是低的了 你說降準是有的 基本上預期都是降準 起碼一次了 你說有沒有兩次,我覺得就未必了 所以現在大家就 預期就不是在這些所謂的 所謂的貨幣政策那裏 就是財政政策 特別是早前,上半年兩會期間 都要增加這個財政赤字 所以你看回它的 就是來地有沒有新的基建政策 或者新的投資政策 是由政府拉動牽頭的那種措施 那這方面來看,我就未見到 有一個很明顯很突顯的宣佈 所以這個我相信都是一個 就是一個焦點來的 所以變成要靠政策 來拉動整個股市 那當然個別的反法來講 可能有些利好的 例如軍工在這方面來 環球局勢越緊張 大家就越看好軍工 這些東西都是一個 傳統的投資的一個智慧 就是如果總之中央政府 不說有些什麼政策要出 可能A股就真的要站在那裡了 是啊,A股就難免都是一個政策市 那你看回上半年的一個經濟數據 其實你看到的就是 民間投資的一個速度 就大幅降低的 但是官方那個所謂國企相關 或者政府相關的投資 其實就有一個上升的 所以你會見到一點 就是上半年的民營企業的那些 企業職 我就覺得就不會說 特別帥仔,不會說特別好的 反而就是部分國家的一些投資 就會比較強的情況 所以業績因素來講 你已經不能夠作為一個炒作 一個原因了 所以變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說A股 某程度上來看 很難有一個大的突破 你說這3000點這些水平 上落其中 基本上來看 也不會說上3500或者4000這些水平 這也是要關注重點的 如果A股又不動了 會不會影響到港股 其實現在已經的走勢分開了 不關事了 走勢就某程度上分開了 因為始終來講 就是香港那個投資標的 全部都是港元 對於投資者來講 特別對於內地投資者來講 就是這些美元資產來的 所以一定有個比較強烈的需求在 某程度上來看 就算人民幣變值的話 其實你說H股的價值來講 都不是說立即追蹤 即不是說緊貼那個 人民幣的幣值跌而跌的 所以那個抗跌力是比較強一些 另外香港來講 有一些所謂現金流比較強的 例如金融內股份 或者是一些比較穩定的股份 我見到過去幾個星期來講 其實內地投資者都挺喜歡的 所以變成內地投資者 或者是投資者都好 看兩地市場來講 是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這方面港股就有一個較強的防守性 但如果A股都沒有運行的話 如果真的掉頭跌的話 港股也都很難獨線其身 因為始終大部分上市的公司 都是內地企業和盈利賓錯 都是來自內地的 所以這個都是要留意的 可能拖累的聲勢又可能會拖跌 是啊 因為始終內地因素是一個 我覺得就要關注一個重點 是不是負面因素 我覺得就偏向負面 坦白這麼說 當然可以逆捐為正面 這個就是等政策 還有一些所謂 真的比較爆炸性的一個題材出來 但是香港本身來講 都有一些自身的題材 例如說房地產 現在突然間很多的同行 同行家 都突然間有個正面 預期說下半年會升3-8% 都有 但是始終要留意 這個所謂預期能不能夠成真 還有其實那個成交額 雖然見到新盤是上算理想 但問題是整個樓市成交 基本上都不會弱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顯身出來的故事效應 就未必說會太持久 好 謝謝 謝謝